山城老房装电梯 有人翘首以派 有人反对 试老爸改造 边建边改 这个里面八九十岁的人 还有好多狗啊 还有人成年累月下不了楼的 我不想装 每一幅一个狼窍 光线是全部当晚 一张床就能监控 独居老人的健康指标 这张床就能监控 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 发行按钮很方便 只要那个按钮一拉 就把电话转到我这里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各位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姚雪松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 试老化改造 中国正在逐渐步入老年社会 新建设施公共建筑 在设计建设的时候 应该优先考虑老年人的身体机能 及行动特点 同时 由于很多老建筑老设施 当时建造的时候 并没有过多的考虑到老年人 现在为了适应老年人的使用习惯 进行改造升级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 简称为 试老化改造 重庆是座山城 地势高低起伏 这种地势对于居住在 山城老旧小区里面的老年人来说 就是不那么方便了 这位老人名叫韩锦贤 今年87岁 上世纪90年代 他就和妻子搬进了这栋 位于重庆渝中区 中山二路社区的铁路局职工楼 年轻时走起来毫不费力的楼梯 现在成了出行的拦路 像我现在这个下楼 这个腿要通得很 如果这里有电梯 我就不爬这个楼了 爬这个老虎得很 当然不光是我 这个里面八九十岁的人 还有好多个 还有人成年来月下不了楼的 韩锦贤所在的 红星亭坡片区 老龄化严重 664户居民中 有60%的人 年龄超过了55岁 不仅如此 这栋多层住宅 依山市而建 梯不多 最大高差达30米 部分楼洞 哪怕是一楼的住户 要想下到街面上 也需要走几十 甚至上百步的台阶 2022年 渝中区启动 红星亭坡片区的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设计方在做问卷调查时发现 居民们对增加 适量化设施的需求迫切 90%以上的受访者希望加装电梯 70%以上的受访者希望增设养老设施 那么今后建成之后呢 第一个就是方便居民的出行 像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站在这个地方 今后就是一条环道 同时呢 我们还用那个天桥 天桥站道 就便于居民直接坐电梯 从街面就可以到我们这个顶部 根据设计 红星亭坡片区 将加装五部公共电梯 其中两部电梯 可以通过连廊连接到居民楼 韩锦贤老人所在的16号楼 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支持加装连廊 我不想装 为啥子 廊桥一走 每幅一个廊桥 光线是全部当晚 沈水林表示 他反对安装电梯 自然也不会为安装电梯出资 据了解 公共电梯的建设成本 由政府承担 但公共电梯连接到住宅楼的连廊 需要居民出资 16号楼 每层四户居民 根据连廊的造价 平均每户要出资7400元 如果住户就共同出资这件事情 达不成共识 电梯依然没法进到住宅楼 为了保证电梯最终进到住宅楼 韩锦贤老两口了 下了统计居民意愿收费的事 表格上每户居民交的金额并不一致 有的7400元 有的8700元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九路就与一家坚决不同意 只有九路只有三家人 三家人一个人算下的话 一个人要谈到9800元 后来他又找了我们铁路的子宫 退休比较晚点的 他们收入高点的 外来那个人又开通 就找了两家 找了两家 对我们三家绷到九路 把它弹下来 我们一公司处理8000去 是老化改造 为生活出行带来便利 但有的时候 也需要割舍部分自己的利益 红星停坡片区的六栋楼 改造以前被围墙分为四个片区 互不相通 为了方便片区内的老年人出行 设计师在片区内设计了一条无障碍 步行环道 陆正中家的围墙就在拆除之列 以前我是在这个位置 往一头斩 斩条路 就把我的围墙往一头斩 然后就那个社区 那会儿就那个酒房改造 是居民处行方便 就全部连通了 陆正中老人告诉记者 虽然自家的面积少了三四十平米 但环道修通后 他可经过环道 直接乘坐电梯出小区 生活会方便不少 但是19号楼的周祺祥老人 对这条环道并不是很满意 原因就在于 一处两米左右高差的台阶 这次改造 19号楼旁边设计了一部电梯 从电梯一路下来 都有坡道设计 乘坐轮椅的老人 可以轻松下到这处平台 但这两米多高差的台阶 却断绝了老人 乘坐轮椅 通过无障碍环道 换成另一台公共电梯 出小区的可能 为此周祺祥老人 寄次于社区 以及街道的工作人员沟通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高差特别高 它如果要放坡下来 一直要到我们前面这个地方 它会跟我们现状的 那个居民楼的阳台的位置 它这个居民通行的高度 就是不够的 现在的话 我们想的是在旁边修的 我们的扶手上面 加装电动的提升梯 然后以解决后续 我们那个居民 它如果有轮椅通行的话 它的一个具体问题 边施工边调整 这是世老化改造 经常会遇到的情况 截至目前 洪新亭拖片区的改造 已经完成60% 预计明年3月 可全部完工 我们这个项目呢 盖算资金是2100多万 而我们世老化的资金呢 达到了300万 这样这个改造完成之后呢 老年人他可以坐电梯出行 也可以通过我们那个 世老化的便道出行 让老年人的生活 更加的便捷 民主村原来是 重庆建设厂的家属区 老年人口比例接近40% 2021年11月 九龙坡区 路选全国首批 城市更新试点 城市名单 今年4月 一起改造项目竣工 楼下小把子 有了新桌椅 回家的路 变得平整亮堂了 最让老人满意的 就是新建的社区食堂 北天上午11点 老人们就会陆续 从各个小区 来到社区食堂 这里会供应10个荤菜 还有各种食令蔬菜 和小吃水果的 60岁以上的老人 每人只需15元 就可以自主享用 别看食堂不大 但在中午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 六七百人在这里就餐 算上晚餐 在这里用餐的人 每天稳定在1000人次左右 这其中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我们老人家一个人 在家里边做饭的话 就是很不方便 做多了要倒 怕我们五个省市 就经常到这来吃 这时候的伙食 花色品种 都符合我们的口味 老旧小区改造中 有多项涉及到市老化改造 如家庄电梯 增加扶手 增设无障碍通道 增加老年人活动场地 以及老年食堂等 这背后也意味着 大量资金的投入 楼道 扶手 无障碍通道 把这种基础类的 这个政府投入要多一点 第二类呢 各个专项资金 各个专营单位 投入一点 比如说水电 气 信 以及我们涉及到 养老 尤其是民政部门 他们投入了大量的 第三块就是 社会力量 通过挖掘社区的一些闲置的资源 引入市场的机制 可持续的命运 据了解 重庆2018年启动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 累计实施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 6069个 1.37亿平方米 汇集居民145万户 同步改造提升养老 试老化设施等 社区功能配套设施 5600多处 加装电梯 4700多步 在浙江杭州 灌山小区 尚宇强正在检查 化无水老人家的养老 床位设备运行情况 化无水老人今年78岁 患有糖尿病 高血压等基础疾病 同时还有肢体酸痛 行动不便的问题 老伴前几年去世了 他独自一人居住 孩子们白天过来照料 但晚上老人独自在家 这让儿子沈海绵很不放心 老人呢 居住很多的 血压高 他如果起床起不了的话 但那个电话都打不了了 这个东西装着比较安全一点 这块白色的板子 叫心率呼吸监护垫 内置传感器 使用的时候放到褥子下面 靠近老人腰部位置 老人躺到床上后 不用任何操作 这套设备就能自动收集呼吸 心率数据 实时传输到后台 老人比如他的心跳过高 过低 就马上能够检测到 然后亲属就马上知道了 然后就会打电话 给老人询问这个情况 此外 屋内还安装了求救按钮 智能门瓷 燃气探测器 灯智能硬件 为老人打造24小时 全天候 受护环境 床头和洗手间 各有一个求救按钮 如遇紧急情况 拉动拉绳 后台会根据情况 依次给老人本人 家属 社区 服务企业人员等 拨打电话 智能门瓷 安装在住宅大门的上方 如果长时间没有开门或关门 也会在平台报警 并电话提醒 深海绵现场做了测试 2019年 杭州在浙江省内 率先探索开展家庭养老床位建设 目前已在全市推广 与话无水老人类似 卢吉原老人 也是独自一人居住 患有糖尿病 高血压等疾病多年 目前心脏搭了七个支架 2022年3月22号凌晨 卢吉原老人突发心脏病 眼前这个小小的一键呼救按钮 发挥了作用 救了老人的命 晚上起来以后 我感觉你心里心压压压 不舒服 我就熬起来想喝口水的 喝了口水 没喝到就是把那鼻子出血了 心马上给我搅牢了 我记住毛病 这个都懂得 心搅了 梗了 我就把这个铃叫了下 叫了下你 他们马上来通知我 马上救活说来 这心梗几分钟的时候 没这个东西你 我走了 收到老人报警信息后 家庭养老床位 服务运营商 立刻给老人拨打了电话 并紧急上门 然后我们就半夜就是派 直接派 派了一个医生 和我一起上门 到老人家里面 然后当时发现老人 可能身体状况 已经不太稳定了 我们就及时第一时间 拨打了120 就是医生说 如果再持个半个小时 可能人就走掉了 从2019年至今 王森杰所在的平台 累计接到报警 1420次 有十多次是老人 突发紧急状况 都得到了处理 据了解 这种床的安装费用 是每张3000元 对于符合条件的特困老人 政府将提供3000元的建床补助 如果此前已经完成 适老化改造的家庭 将提供2000元补助 目前杭州已累计 建成家庭养老床位 6700张 市财政已累计 投入2000多万元 它这个出发点跟目的 是为了后续的 专业的照顾放上门服务 所以它改造的项目 可能还包含了 更多的智能化 跟智慧化设备 那么通过这样建家床 这样的一些形式 它其实更好地 能够满足家里人 或者老年人 本身的生活品质的需求 杭州的市劳化改造 突出了智能化 而湖北闲宁的市劳化改造 也有着自己的特色 资金问题 往往是各地 在市劳化改造当中 面临的主要问题 这个问题 在农村地区 显得尤为突出 那么闲宁 又是怎么做的呢 家住湖北咸宁的吴再平老人 今年79岁 老巴尔三年前过世 三个子女都在外地 他独自居住在温泉街道办事处 地质队小区 今年 咸安区政府免费对吴再平家 进行了适老化改造 在卫生间增加了衣字型扶手 配备了坐片椅 助浴椅 防滑垫等设施 我原来洗澡的时候 我又怕甩脚 对了我又甩过去 那我现在也不怕洗 甩脚也不怕高冲 洗澡也舒服 除了消除卫生间的安全隐患 工作人员还为他 添置了换鞋凳 SOS 一键呼叫等设施设备 吴再平老人 尤其对家门口的换鞋凳 赞不绝口 吴再平老人 属于特困家庭 按照规划 闲领市将分散 供养特困人员 原建当利卡贫困人口 低保低收入范围中的 高龄 失能 残疾老年人家庭 列入适老化改造对象 每位老人按照2000到3000元的标准 由政府部门进行适老化改造 目前已完成特殊困难老年人 居家适老化改造8000多户 项目实施过程中 项目实施过程中 面对资金投入 这个最大的难题 我们采取政府补一点 家庭粗一点 企业让一点的办法 共筹筹资金1800亿万元 其中中标企业让利近200万元 贤宁市目前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 46.9万人 如果全部依靠政府出资进行适老化改造 对当地而言 无疑是个巨大挑战 那么究竟该如何进行改造呢 家住湖北咸宁的周波 正在忙着改造农村老家的房子 这栋老屋占地约200平方米 房龄超过40年 周波的父母年近70 爷爷90岁 三位老人共同住在这栋老屋里 老屋没有浴室和卫生间 门口的台阶年久失修 这些问题对于三位老人 是生活上最大的困扰 洗澡我们这方面就这个盆里面洗 你蹬下去就起来 蹬下去也不能蹬下去 起来也不能起来 我盘了多少年了 想改造一下 切资金就是没钱 老人家生活不变 改造破在眉睫 但三位老人的养老金 加起来每月也只有几百元 周波每个月工资四千多元 除了自己的生活开支外 还要赡养三位老人 因此一直无钱修缮 房屋改造的事情 就这样搁置了下来 我改上房子的资金需求 是四万块钱 在湖北咸宁的农村地区 像周波这样 需要对老屋进行 事老化改造的情况并不少见 为破解房屋事老化改造 资金不足的问题 今年十月 咸宁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出台了个人住房公积金 事老化改造提取政策 职工可以提取自己的住房公积金 为年龄超六十岁的父母 进行居家事老化改造 父母的住房可以是商品住房 也可以是农村自建房 提取总额不超过五万元 当前邪宁广大 城镇职工 有事老化改造的需求 但缺乏资金 公立金应应事而谋 想办法帮助这部分公积金缴分职工 实现事老化改造的梦想 周波是湖北咸宁市职工 政策出台后 他立即向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提出了申请 四万块钱改造资金 在申请当天就到账了 他也是咸宁市首位 办理居家事老化改造业务 提取公积金的职工 资金有了保障 周波现在集中精力 投入到老屋的改造中 现在屋内正在进行墙面粉刷 屋外扶手已经安装完成 而整个改造的重中之重 就是要建一个卫生间 淋浴器和做便器都要装上 以后父母再也不用为洗澡 和上厕所的问题发愁了 这边是准备做一个洗手间 配套 在旁边我打算给他做一排扶手 方便他的一个上厕所 对老人来说还是很实用的 让公积金绞成职工 实现能提 机提 硬提 进提 更好支持适老化改造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 如何通过适老化改造 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 成为社会日益关注的话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 将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 纳入城市更新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农村微房改造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统筹推进 我国地域广阔 各地的经济条件 地理气候差异较大 进行适老化改造 需要因地制宜 做出符合各地实际的方案 用创新的思路来解决养老问题 把适老化落在实处 让老年人安度晚年 好 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